看看过去的一周都发生了什么 司法部门严厉打击网络黑铲 呼吁求职者一起重视求职安全 骗子从来都是可恶的 但是你们这些平台不做好监管也是帮凶 同样可恨 2.微软已与雷蛇联手打造FBOSS鼠标和键盘 今日曝光的一组幻灯片显示 微软可能不仅很快就要完成游戏主机上 兼容鼠标和键盘的产品成品 而且还正与第三方展开合作 而合作的对象就是PC游戏配件市场上 最知名的品牌雷蛇 从曝光的幻灯片可以看到 雷蛇的Torret键盘和鼠标将能在SBOSS1下使用 另外双方还考虑融入Chrome RGB照明系统 在加入了素表和键盘支持之后 鼠标提供的精准性能为玩家带来操控上的更大优势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就原谅你让我们摆走了两年吧 3.庞大说 FF91完全满足全面量产条件 广州基地年产10万台 前段时间我们还说着 恒大集团旗下恒大健康发布公告称 将以8.6亿美元全资收购食品公司 从而获得与法拉第未来合资的 Smartin公司的45%股份成为最大股东 然而占一股33%的贾跃亭 却拥有一股10票的超级投票权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为所欲为 贾跃亭拥有超级投票权的前提是 FF91必须在2018年底实现量产 否则它将会失去超级投票权 就在几天前 恒大集团会应证 FF91完全满足全面量产条件 2018年便能完成整体量产准备 哟 那就是说贾跃亭很快就能以C位 刺探回过咯 4.微信赞赏和转赛功能升级 近日微信功能又有新的变化 为了进一步鼓励原创作者 微信开启了赞赏作者的原创文章 文章底部还会出现赞赏模块 赞赏收益给原创作者 同时还开放了转赛功能 只要原创作者将文章设置为开放转赛后 所有公众号都可以直接转赛 大大降低了原创作者和转赛者之间的沟通成本 这样的功能升级也是很好的 那如果小姐姐在微信上唱歌给你们听 你们会打赏我吗 5.AirPods充电盒 或将可为iPhone充电 与知识人士购录 苹果正在研发下一代AirPods 并可能会在今年天底上市发售 据说苹果为AirPods设计的无线充电盒 在未来能给iPhone进行无线充电 因此苹果必须大幅度提升AirPods充电盒的电池容量 除此之外 苹果还将为AirPods添加降噪功能和扩大无线连接范围 现在的AirPods除了音质不太好之外 真的很好用 这已经是小姐姐第三次购买了 不过这样又有降噪功能 又可以为iPhone充电的AirPods 我也好想拥有 下轴率是不是有点强了 6.苹果和三星间长达7年的专利案结束 据美国加州地方法院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 苹果公司和三星电子 已就长达多年的版权纠纷达成和解 这两家巨头的纠纷最早可追溯到2011年 当时苹果起诉三星 说三星有5款在2016年到2011年间 售卖的安卓手机侵犯了苹果的设计专利 在2012年三星也终于承认 侵犯了苹果公司的外观设计专利 但在过去的时间里 两家公司在赔偿金额上达不到和解 这一闹就闹了七年之久 帮他们打官司的律师们也都转大发了 不知道怼完三星后 苹果会不会把下一种目标 锁定在小米纯上呢 7.到索尼关闭多地区手机业务 2017年财报显示 索尼各业务部门利润都在增长 而老大男移动通讯业务 是唯一的亏损部门 有大声爆料 在10月底之前 索尼移动部门 计划关闭非洲 中东和土耳其的智能手机业务 并将重点转移到 能够保持自身盈利的市场上 包括欧洲 亚洲和北美等国家地区 中国的索粉们就不用担心了 新旗舰SJ2 Premium 将会在国内如期上市 索尼不会这么轻易 就怕是中国这大市场的 你们只需要做的是 准备好money 组团偷单车卖废铁 小伙计 你这种发家继父的想法 好不适限的 所以麒麟和骁龙都要有识气了 Undefined 我骁龙999都没有出 你就出1000了 是不是太过分了 什么时候有防丢功能 这个嘛还真不好说 不过你把它放到保险柜里锁着 然后在家里挖个坑 再把它埋起来 应该就犯丢了 恒大竟然做了接盘侠 恒大说 不必自己做接盘侠 都不及到自己有多厉害呢 广告我都帮你想好了 404牌硬件 做你身边并不存在的硬件 看你这么棒 那就给你班哥猪猪牌 最佳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奖杯 那好了别帅哦 不然妈不错好家 蓝绿场开始搞黑科技 小米开始搞模仿秀 小米说啊 苹果才是我的真爱 我的菜 我看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